各位线上的游戏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 把我第一次线上直播的机会就献给各位 我今天要分享主题是 关于全球游戏外包产业的现况与G1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维京科技的创办人执行长 关于维京科技呢 我们是在2003年就成立的一家公司 那么现在已经累积了17年的游戏开发经验 那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是跟全球比较前线的大厂 共同去研发游戏 那么简单讲也就是外包 那也累积了相当多的经验 那今天就主要是想把这样的经验呢 还有一些我们对这个产业的看法分享给各位 那维京科技目前在台北上海 南京和马尼拉都有我们的工作室 那目前共有超过400名的员工 那我们90%都是研发制作人员 那过去我们曾经参与制作的专案 其实大大小小加起来已经超过1000个以上 那比较知名大型的专案也有超过100个 那如同我上面分享给各位的 这个Final Fantasy 14 Call of Duty使命召唤 Online或者是Bread and Soul 剑林 那还包含第五人格 阴阳师 以及暗黑复仇者等等 所以我们横跨的这个游戏的类型领域 还是相当的多的 那维京科技在全球有许多的客户及合作伙伴 那像是韩国最大的两家公司 NCSoft Nexon 目前也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 那么我们也是他们 算是名列前茅的主要外包供应商 那另外像日本的Square NX 那么也与我们都合作超过10年的历程 那包含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腾讯网易等等 那么以上这些公司我们都合作 甚至都不止10年 那除了三大主机平台商 与我们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那目前维京科技也是 就是Epic Games在Unreal引擎方面的一个合作伙伴 那维京科技在2006年获得Intel和HSBC的投资 那目前我们的股东背景也包含 美国知名的创投Translink 日本SBI集团 包含我们台湾联电集团 国泰金控等等 那过去这10多年来呢 我们也是都是由全球四大 来对我们进行相关的查核与审计 那我们的审计机构 我们的投资人 为我们公司的严谨治理 与规范经营做了最佳的保证 那接下来就切入今天的主题 你所不知道的低调奢华 那在定下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其实思考很久 因为全世界有一些一流的游戏 其实它是背后都是由一些 默默无名的外包公司 所共同制作 联合制作完成的 但是这些外包公司其实是 全世界最低调的人群之一了 不过呢 他们是用着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设备 最高速的安全网络 最前沿的引擎 那在暗夜里面低调的参与开发世界级的游戏 为什么讲暗夜里呢 因为其实游戏研发有时候 你要配合客户的某一些生理时钟 你也要配合客户的进度 要非常低调的协助客户完成 他们所想要完成的专案目标 那首先我想跟各位分享 外包公司呢 其实是有很多种形态的 那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外包公司 其实说不定已经超过1000家以上了 那有非常多的小型的外包公司 也有非常多的中大型的外包公司 那小型外包公司呢 少则5到20人之间 那么可能是有一两个创办人 那本身就是美术 他所开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 那甚至他们会隐藏在 他们自己的家里公寓里 或者是在外面住一个 很不起眼的小办公室 但是因为基于一些资安的风险呢 主要的客户是没有办法 跟这样的小工作室合作 那他们主要是跟一些 比较三四线的游戏小厂 那或者是说他们有一些朋友 在某些游戏公司 担任这个相关的负责人 那么会给予一些长期的订单 那通常这样小外包公司 老板自己就兼业务兼网管 为了赚钱 其实在财务以及法律的风险上 也不是说非常的规范 那么游戏产业经过 这过去十几二十年的发展 也成就了许多大型的外包公司 少着一百人 多着甚至一千人以上 那通常这些公司都 具有一定的历史了 已经不是一两位股东 独自的 那通常都有机构投资者的注资 那这样的机构 这样的公司 外包公司 容易吸引全球一线大厂的一个 评估合作的机会 那这样的公司 他们的资安管理也是比较严谨 组织分工明确 CEO、CFO、业务总监、美术总监、 IT总监等等多个部门 那这样的公司财务体系 也是比较健全 那最主要他们是要 以这个合规经营 作为基本底线 这样才有机会吸引到 大型的专案的合作 那么我想 在线的各位 一定都听说过白金工作室 严格上讲 广义来讲 白金工作室也是一种外包公司 因为他们许多的专案 也是接受委托所开发而成 那最近 一两年内比较著名的讯息就是 白金工作室 接受腾讯的资金上的合作 那么换句话说 其实也是由大厂提供资金 那么透过某些策略合作 将重要的专案交给他们开发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 像这一家位于法国巴黎的 Quantic Dream 这个工作室呢 也是从广义上来讲 是一种外包公司的形态 那么他们这么多年来 比如说 最近最有名的 底特律变人这样的游戏 也是由大厂出资 他们来开发 不过因为他们的制作能力 跟白金工作室一样都非常强 强大到其实 他们可以掌控完整的 专案制作过程 并且占据一定的主导权 那么究竟呢 这个外包公司跟大厂来合作 那大厂所着眼的呢 是省钱还是为了提高成功率呢 在过去三年 在全球游戏产业外包的论坛上面 每一年他都有一份报告 那我们会发现 排名前两名的这个 大厂去寻找游戏外包的主因 都不是基于成本的考量 都是基于品质 都是基于提高它的成功率的考量 那我们维京科技过去17年来的经验也显示 如果你跟你的客户讲 多花20%的钱 可以帮助你提高成功率 那么大部分的客户 还是愿意多花这20%的预算 那这边就来跟各位分享 全球的游戏公司选择 跟外包公司合作的几个 比较特别的理由 那首先线上有许多我们独立圈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个发行商有时候代理发行的游戏 会给予这个MG 但其实MG这个Minima Guarantee 它不仅仅是在这个我们独立圈 在发行商开发商之间专享的名词 它也在外包圈 怎么说 因为高手在民间 因为民间不管是某些 大的外包公司 或者小的外包公司 其实都有一些 这个比如说大神 大神级的这个会师 那这些会师呢 有一些 我记得在几年前 卡牌游戏比较盛行的时候 那你要找到这些大神级的会师是需要预约的 而且你可能需要跟他签订某种MG这样的一个契约 换句话说就是把它包养下来 可能是一年十五万美金 两年三十万美金 那么你可以要求这个会师 就只为你服务 那么你会保证他有这么大量的这个订单 可以去做 那么有一些3D模型大师也是技术高超 然后他带领一个小团队可能隐藏在民间 那要跟这些3D模型的团队预约 有时候也是需要排队 就像名医一样 你可能是要排个半年甚至一年 这确实是在我们游戏产业 在外包圈大家都能够知道的现象 那再来第二点是关于品质保持一致 因为这些外包公司 他拥有大量复制的能力 复制什么复制品质 那么大厂他也有一些大神 也有一些精英 他可以把一个美术成品做得非常好 但是他缺乏一个足够优良的制程 其团队将这样高品质的东西复制出去 大量的复制 那这个就是外包公司的专业 他知道如何将好的东西复制 并且品质保持一致 那第三点是关于服从 那蛮有意思的是 其实很多游戏公司 他对他的员工下指令 说要做什么样游戏 或者是服从什么样的规范 其实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去操作 因为一个公司就像一家人一样 那有时候考量到整个公司的团结 考量到大家的舞台发挥空间 其实是有时候制作人很憋屈啊 就是他其实很想做一些东西 可是他必须等到大家都达成一致 有共识了他才能够再往下面走一步 所以有时候上情无法下达 指令无法贯彻 可是在外包公司就不是这样了 你对一个外包公司 你就直接下指令 你没有这些包袱 可以说是军令如山 那很多大厂呢 选择外包公司 其实很简单的道理是 外包公司就是他们的雇佣兵 那有高度的纪律 高度的服从 所有想法都能够贯彻到底 那么还有一个理由是 欧美公司他们想寻求 亚洲的外包公司的原因 因为有一个时差的一个效应 可以使得他们一天当两天用 那这个 比如说一个美国的公司 他白天他工作了一整天 到下班前将他 想要对外包公司下达的指令和需求 就发送到在位于亚洲的外包公司 然后太阳下山了 然后接下来 外包公司这边太阳 就升起了 那外包公司就可以收到指令 忙碌一整天 当外包公司太阳下山了 把资料 成品上传到 客户那边 那客户正好 也准备起床上班 又可以看到你的成品 所以这对双方来讲 都是能够提高效率的 甚至一天当两天用 那外包公司呢 总是能够接触到 未来三年甚至五年的大型专案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很有名的大型专案 都是在三年前五年前就开始制作 外包公司就已经开始介入的专案 那要如何去保护这些专案的机密呢 就比如我们公司 现在已经介入了许多 可以算是三年甚至五年后才要推出的专案 那我们要如何保障这些商业机密 包含研发上的企划技术 美术等等的这些机密 不要外流 这是外包公司算是 最重要的一个工程 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些 不为人知的这些工程吧 那首先 客户会想跟你的IT主管做面谈 那这个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的公司的IT主管 要跟你面谈 我可能美术城市主管跟你面谈就好 不 因为他们更看重你 你对资料保护的意识 那用英语进行一些interview 因为他把你的办公室 也视为他办公室的一部分 所以他自然而然要理解 要弄清楚你的IT主管 在这方面的sense到哪边 那再来包含一些 安全软体的安装和部署 这是最基本的 但是在这一块 依然要以最严格的角度去实施 因为一个病毒 可能会让你的资料毁坏 那进度就会大幅的延迟 那一个黑客的供给甚至会让你的资料外流 那包含原版软体的这个准备 因为原版软体才能够拥有最及时的漏洞的更新 那么更重要的是一个大型的国际专案开发预算如此之高 甚至都超过几千万几亿美金来讲 当然是要用最合规最正统的工具来进行制作 那么下面就跟大家分享九个 你所不知道的非常近乎苛刻的这个 我们称为资安保障的一些措施 那首先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客户 他会要求你将公司的网络相关的权限交给他 那他会去在里面进行你所不知道的检查 因为你告诉客户说你在这个内网的环境 滴水不漏 但是他会进行检查 他会用他的方式去试试看你这个网络封锁程度 到了什么境界 那你是内网了客户内部研发一个三到五年后才要推出的专案 他也是非常注意保密 他也是一个内网环境 那要如何去让这两个内网能够提高沟通效率 那就是VPN专线 VPN专线这个成本是很高的 但是跟这个提升专案效率相比 跟这个资料保护重要性相比 这个成本就不值得一提了 那形成一个内网也不是说 你想传资料就传资料 也要有大型的专业的档案管理工具的安装及部署 让所有资料的传输和备份都有机可循 那也不会出现资料遗失 或者是版本覆盖的这些问题 那接下来就进入深水区 当我们告诉我们的客户 我们有非常好的资安保护措施 但是其实你也要拿出一个具体的行动 让客户觉得这真的已经是滴水不漏了 那首先是在每一台电脑 我们都有这个日志的记录的系统 因为你制作人员的电脑可能出问题 你需要调阅你这台电脑 过去这段时间的日志 包含哪一些账号登录了 哪一些软体安装了 哪一些软体启动 还有它的频率等等 那还有一个是非常特别的 就是他们每期名为审计系统 资料安全的审计系统 其实就是一个大量的数据流转过程的记录的系统 这台电脑所有数据的产生删除 甚至更改档案名称都被记录下来 那有些审计工具功能强大 甚至包含聊天讯息 图形聊天 语音聊天 所有的讯息都是被记录下来 那也有一定比例的客户会要求提交这样的资讯 所以我们都会在内部去宣导 安装这一类系统的员工 要在这样的制作的机器上面 尽量避免去谈及个人的隐私 因为这些数据都被记录了 都提交给客户了 那再来是关于加密 在一个内网的环境呢 其实档案已经很难流出去了 基本上除非是获得授权的人员 那档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是在加一层加密的环节 这个加密环节会做到非常的透明 所以所有的制作人员还感受不到 档案是被加密的情况 那这个档案一直到 传到外面去 比如到客户手上 这时候才会意识到 这个档案其实是被全加密的 需要有密钥 这个档案才能够被解密 那么真正做到滴水不漏或者说铜墙铁壁 其实还需要防堵最后一道这个漏洞 就是物理性的破坏 什么叫物理性的破坏就是那说了这么多 那我把你电脑搬走把你的硬碟想办法带走 是不是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那刚才讲它带走其实也没用 因为档案是加密的 那何况我们还有这三个措施 第一个是说我们的这个高解析的监控摄影机 那这个确实也不是为了监控员工的什么行为 而是说在一个很敏感的开发专案的 相当于实验室的环境里 它当然要有一个非常功能非常强大的摄影机 去无休的记录这个场域中 所有的物理行为 比如说人员的进出移动 包含如果真的有人去搬电脑 那都是会被记录下来 那根据客户的要求 通常这些记录也要保存好几年 那再来是我们会去制作一种叫安全机箱 那安全机箱顾名思义就非常安全 怎么个安全法 就是说它的螺丝是特制的 你还不是很轻易的能够打得开 它不是传统的螺丝 你还用很特别的工具才打得开 然后这里面还安装了这个警报铃 你这个电脑只要有震动有移动 是会铃声大作 你这个电脑搬来搬去是马上所有人都会知道 那再来是我们也有这个封条的实施 封条也就是说一次性的 你只要有拆开 这封条就会遭到破坏 那我们会定期的去巡查 所有电脑的封条有没有遭到破坏 如果有破坏 我们都会去追查 为什么会这个封条遭到破坏 那还有一个漏洞就是 这个制作人员可能很兴奋 参与了某个专案 那很想要炫耀 在自己的Facebook 在自己的微博上面 那但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机器上 都隐藏了符水印 那这个符水印是会很微妙的去记载 这个员工的姓名 身份证号码 以及当时日期与时间 它会做到 其实在制作的时候不会甘于制作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拍摄下来的话 那个符水印是看得见的 是放大之后是看得见的 所以实施这样的一个符水印系统 可以大幅减少 基本上是完全制止了 这个翻拍的行为和它的意愿 那众所周知 许多的这个大厂 他们都有自己的聊天工具 那么很有意思的一点是 我们其实尤其在这个中国大陆 我们跟客户沟通一定会用 一些这个大家所习惯的聊天工具 但是我们在研发一些非常重要 带有高度敏感机密 研发机密的专案的时候 客户会特别要求 不得在某些聊天工具上 谈论任何关于这个专案的讯息 他们都会要求要用自己 所开发的聊天沟通的工具 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家 在游戏产业已经很多年 而且很强大的游戏外包公司 那首先是Tostec 东兴 那东兴这一家游戏公司 成立在1979年 在京都是他们总部 已经40多年了 相当的有资历的一家游戏外包公司 可能很多人还没出生 这个公司就已经在做游戏了 那它的logo 有一棵大树 因为它的一个理念就是 我们将成为孕育这棵大树的土壤 这家公司呢 在2000年就在日本 东京教育所上市了 目前有员工1000多人 大部分在日本 那一部分在中国大陆的杭州 菲律宾等 那另外一家 也是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的 Keyword Studios 那我之前 知道它做的规模很大 我记得应该是三四千人吧 那想不到 前不久在刚查已经到七千多人了 一家规模这么大的公司 遍及全球 二十个国家或地区 那么 相当的惊人的规模 那也是一个老牌的公司 1998年成立 所有环节它都涉足了 那透过不断的收购 组建成全球最大的 外包公司 那他们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目标 就是他们想要成为一个 go-to provider 什么是go-to provider 就是你想到任何的 疑难杂症 你有任何的需求 你找我们 你找Keyword Studio 你就能及时的被完成 你的需求 那这家公司获利也相当的不错 在2013年就在伦敦正销所上市了 那这两家上市公司呢 他们的这个市场给予的 这个估值也都是还不错的 那左边是Keyword Studio的 这个去年的获利 4000多万欧元 那么营收也达到3000 3亿多欧元 那资本市场给它 去年为止的P116倍 相当惊人 而且不是去年而已 它过去几年也有五六十倍 甚至也有一度达到 100多倍的记录 这在伦敦 证券交易所网站都可以查询得到 那右边这个在日本 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TOSSE 它在去年的利润有 2亿5000多万日币 那营收也有53亿日币 那它的这个本益比 P1是20多倍 那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伦敦产业 我们的许许多多公司的估值 也就十几倍 但是外包公司都能拿到 这么高的估值 那甚至 中间我提到这1.29个B2.4 Keyword Studio在 前不久的一个市值 有将近13亿欧元的市值 所以一家有影响力的 游戏外包公司 在全球游戏产业 非常低调 但是市值其实是非常大的 那东兴这家公司呢 它的这个很低调 那它的这个一些高层 曾经接受一些专访也提到说 他们公司的政策 并不是说一个有愿景的这个概念 而是他们遵照客户的愿景 甚至他们把这件事情发挥到极致 他们拒绝在游戏中加入他们公司的名字 甚至是没有员工的名字 所以东兴呢 这么多年来就得到了 幽灵开发者这样的一个名声 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游戏产业的英雾者了 那下面是东兴和这个Keywall Studio 他们的合作的客户 那回来跟各位也是分享一下 微星科技的一些经验 那首先想跟大家简单的去看一下 去年2019年的全球游戏产值 现在可以是高达1500多亿美元 主要是亚洲最大了 那平台呢 主要是手机游戏最大 其实是主机游戏 那谁贡献这1500多亿呢 根据2018年的这个记录 这是由New Rule所提供的调研报告 全球有35家游戏公司 贡献了1100多亿 相当于当年的超过三分之二 就是由这35家公司所贡献 那这35家公司 维京科技正好与其中的20家建立了长期伙伴关系 那么大部分都是在美术外包 游戏开发外包层面领域 那我们公司在 因为本身就是做游戏起家的 那后来我们的主业变成我们的游戏外包 我们等于是一个全流程的一个provider 一个供应商 那从最早的概念设计 concept 甚至就是说你这个案子刚开案的时候 那么我们有许多专案 就是客户就在开案的当天就在我们公司进行讨论 进行前期的这个concept design 那再来是 在正式的制作阶段 主要的最大的功就是在美术 那我们3D 2D 场景 角色 特效 动作 动画 动补 2D动画 2D动态等等 每一个环节都有我们的专门的部门 去提供我们客户全流程的服务 那么甚至要将游戏coding出来 制作出来 不管是Unreal Unity 我们都可以将客户的需求 将它的这个关卡 将它的玩法给implement 给它实现出来 而且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 那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像阴阳师 或者它后来的摆文牌 我们从在这个专案的开发的初期 我们就开始 进入概念设计的制作 到中期的量产制作 到这个产品上市后的更新 甚至到它最新IP的延伸的产品 我们都进行 完整的支援 那我们再举一个历史更悠久的 Dungeon and Fighter 中文名字叫地下成语勇士 这游戏已经十几年了 已经十几年了 相当赚钱的一个横版的格斗游戏 是Nexon收购的 这个Nelpo公司所开发的 百亿级别的意思是说 他们一年真的是可以赚100亿 相当惊人的一个线上游戏 过去十年几乎都在PC平台上 那么这么多年的营运 它的所有的这个制作维护更新 尤其是这种 这个游戏是这种 我们称为点科制作 它的每一个角色场景是点出来的 一个点一个点科出来的 那我们公司大概是业内为数不多 基本上大概剩下很少很少的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美术族群 我们还保留 可以去为客户去做这个点科制作 已经做了十年以上 我们陪跑客户十年 甚至它后来准备做到手机平台上 我们也是一路相伴 那再来是非常有名的专案 这个Final Fantasy 14代 这是一个online游戏 那么大量的地图的物件 大量的概念设计 主要是场景概念 关卡概念的设计 各种飞空艇各种载具 都是由我们这边进行深度的制作 包含它后续的资料片 我们也是依旧投入大量的人力 去参与进来 那所有参与到这个专案的 我们的研发统能都 至今都是余有荣焉 那再来这一款是一款欧美的大作 这个TEN MINK 2 DESNI 2 那我们是一个相当深度的合作 因为客户提供他们的引擎工具 那么培训我们去使用 那么去产出 在这个跨平台上最佳的效果 那包含它后续的赛季 我们都深度的参与 那么现在在这个TEN MINK 2 的官网上的主要的 这些次世代的3D的 这些角色都是由我们制作的 在官网上现在就能看到 那其实在制作外包 在这个领域很多人会觉得 这是不是一个代工呢 其实呢 我们很少说这是一个代工 因为 目前为止 我们发现 有很多的客户 他其实也很希望你提供一些 很原创的想法给他 那比他的原创更原创 什么意思就是 他可能有些原创的想法 但是他不一定很有把握 那我们的团队就会参与进来 把我们想法放进来 那有时候客户看到我们的成品 会觉得你的想法更好 他想采用你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是跟 这些大厂的美术大神 去拼原创 所以我们觉得说在一家 这个游戏的外包公司 也是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那么尤其我们也很享受 跟客户一起brainstorming 因为有时候 一个好的游戏能够被诞生 他不是客户一个想法 他也是需要一整个团队 这个团队就包含 他们的external partner 也就是他们的外部支援团队 而且规模甚至都会比 他们内部团队来得大 所以我们的大脑 他们也很看重 我们能不能brainstorming 一些好的idea 那我们很享受这个过程 那当然我们更享受客户的赞美 因为外包公司是 是很低调的幽灵开发者 那么我们把玩家的掌声 留给我们的客户 那我们制作人员 我们会非常享受客户对我们的赞美 因为在研发过程当中 非常辛苦 那终于能够得到客户的认可 那他给我们的一句赞美 其实我们都会把它截图下来 那我们在内部就会分享 那大家都会高兴一整个礼拜 在游戏外包公司呢 有几个人员的一个特性 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做一个交流 首先是这个团队战力的多样性 怎么意思 我们十几年了 我刚才说到我们大大小小参与的作品 也有超过1000个了 那知名的大作也应该上百个了 那这数量太惊人了 因为你到一家游戏公司 你可能三年五年的时间 你顶多参与一两款游戏吧 顶多两款吧 但是呢 如果在外包公司 那可能加个零 可能你会参与到二三十款游戏的开发 所以你会得到大量不同领域的锻炼 各种武器 各种盾盘 你都知道怎么用了 这是这个团队战力的多样性 那再说我们的单兵作战武力值 也是会非常高的 因为在外包公司作战 你做的是强度很强的游戏 然后时间要求又很短 那你必须不断地锻炼你的工作效率 锻炼你的技术 那么又加上你有这么多个专案 轮番上阵去锻炼你 所以你单兵作战武力值是非常强的 我们常常自炒 我们外包公司几乎就是游戏产业的黄埔军校 我们培养许许多多的人才 很多大学刚毕业没多久 在我们公司任职两年 那单兵作战能力相当于一些传统游戏制作公司的 大概五六年的经验了 再来是在游戏外包公司这些人员的体力 和决心也是相当的不同的 因为经常加班 经常必须加班 那么因为都是在一个档期的要求范围内 其实客户就是因为赶不上档期了 他人力不够 时间不够他才找你外包公司的支援 所以你必须使命必达 你的这个经常这个下了班 这个办公大楼还开着等的都是外包公司 那当然这些我们这些员工也是非常的乐于 做这样的投入 因为我们是将每一个专案产生的获利呢 都是共享给每一个参与的员工 我们有一套系统 它会记录你投入的时数 以及这个专案所产生的产值 大家可以看得到自己产生多少产值了 那大家可以分享到专案的所有的获益 那再来是这个抗压性和柔软度 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外包公司的人员 他经常需要接受客户的冷嘲热讽 因为有时候客户他不帮你当员工 你也不是他的员工 他觉得东西做得不好的时候 那真的是 其实冷嘲热讽可能都还比较轻微 那你要扛得住这样的压力 那通常扛不住的也就离开公司了 那能扛得住的都是 有高度的柔软度 高度的EQ 能屈能伸的未来的大师 所以呢这个外包公司 他的人才 他的战斗力 是跟一般的游戏研发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那外包公司的研发人员 他也有相当高的危机感 以及与之伴随的自豪感 因为你所参与的专案 你的团队里 是这些世界级的大师 在跟你共同研发一款游戏 那你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危机感 你很担心 你跟不上这个队伍 你很担心你的品质 被这些大师 所不认可 你会被刷下来 你很担心你就被他们刷下来 换掉 所以你的东西一定要 非常的 与众不同 非常的高品质 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所以在外包公司的这些 研发人员都需要有极高的危机感 时时刻刻都担心自己 跟不上这些大师的脚步 那与之而来就是自豪感 因为你所参与的专案 你所跟随的这些制作人 竹美 都是世界级的大师 那么你会觉得说过去这几年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因为你参与的是一流的专案 你所跟随的是一流的制作人 即竹美 那这边我想分享一下 维京科技在过去十几年来 我们做外包做了这么久 其实我们渐渐的也 归纳出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合约之外的 你也可以称为软实力 如果没有这些软实力的话 是没有办法走到今天 那我这边可以举几个小故事跟大家分享 那在十年前吧 我们有一个日本的客户 那他即将委托一个大型专案给到我们 当然他也同时在跟三家公司谈 所以总共四家公司 他希望找一家公司来执行这个专案 是一个世界级的IPO 很大的专案 金额是几百万美金这样的级别 那 其实我们评估了一下 我们发现 我们目前的人 他所需要的那个类型的人 正在别的专案上 那 当时进入一个天人交战 这到底要不要硬去 硬的投意把这专案接下来 不过我们最终还是决定说实话 我们告诉客户说 我们现在虽然有人 但这些人不一定是你要的 那我们必须拒绝这个机会 很遗憾 那这个日本公司非常惊讶 非常非常惊讶 因为他们 他们没有想到我们会拒绝 然后后来他们的高层还专门飞过来跟我聊了一下 那大概的意思是 其他几家公司都恨不得接下这个专案 然后都讲很好听啊什么什么的 只有我们一家 去讲自己其实现在还有什么缺点 可能不方便接 他们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诚信 因为这个这么大型的专案要合作这么久 他们宁可把诚信摆在品质之前 所以呢 他们就决定还是要跟我们合作 他们可以等一下我们的档期 那再举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也是近几年来 我们有一个客户 他是跟我们以一个雇佣的形式的一个深度合作 也就是说我们派大量的人力去参与到他的一个专案上 那么根据人力来收费 那我们后来发现到客户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出来 我们私下了解到原来在前一两个月 我们所派出的人力当中有一两位 其实品质只能说是勉强过关 六十几分而已 跟客户要求的八九十分其实还是有点距离 但是毕竟他及格了 但是客户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安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安的话 我们其实是主动的 因为合约 合约其实是没有写着写 合约之外的承担是什么 就是合约没有写的你愿意承担下来 我们主动跟客户说 我们新的这个批词 我们再多投入两位人力 但这两位人力我们完全不收费 那你就好好的去运用 找到你最希望的品质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客户安心 希望这些都在合约都不会写 但是我们还是会去做 因为一个游戏制作两三年 非常复杂的一个整个工程 你不可能把每一件事情 每个大家分工的方式都记载在合约条款里 你需要的是 你的额外的一个承诺 你的额外的付出 你额外的体贴 那我在创办公司之前呢 我是在一家日本的游戏公司上班 那我记得当时我的老板是一个日本人 那他跟我讲一个让我非常意外的事情是 他说你们中文里面 有一句话叫做 凡事都要白纸黑字 写下来才算数 大家如果不放心 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 他说在日语里面 没有这个概念 没有白纸黑字这个概念 因为在日本人的社会 你嘴巴讲出去的一件事情 就相当于合约的一部分 在他们的商业界都是这么来实行的 那我其实是非常惊讶的 所以我们后来在许许多多的 我们的创业的历程当中 我们都很重视 我们跟客户所讲的每一句话 因为你唯有 我想各位都有家人 你唯有跟你自己家人相处的时候 你不需要签合约 可是你跟家人讲的话 我想绝大部分都是真实的 都是肺腑之言 因为你把客户当成自己的家人 所以你会站在他的角度 去跟他做交谈 那么我们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案例是 我们参与了一个 也是一个两三年的大型专案 那这个专案 因为这个客户的制作人 他不断地在调整开发的方向 那当然因为是对方的调整 所以我们仍然可以收取 不菲的制作费用 但是已经做了三年了 那我们觉得 我们已经感觉到说 在这样下去客户会花太多钱 在这个专案上 而且他目前所调整的方向 似乎在市场上 未必能够有好的表现 但毕竟他是客户 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是打从心里面 不希望客户产品做完了 花了很多的钱 产品上市了 成本收不回来 所以我们也是寻求一个更高层的管道 我们找到他们的更上一级的 算是企业的负责了 我们去找到他 去跟他分享 这个产品 我们真的有点担心 他会花他们太多的经费 我们不希望这个产品最终是失败的 我们把我们建议告诉 这位企业负责人 我们希望说产品 做哪一些调整会更有效率 那么在市场上 也将能够得到一定的回报 那后来也很高兴 我们的这样的努力 有得到回应 后来他们就有参考我们的一些意见 将专案做一定程度的微调 能够朝向更快速 能够制作完成 并且不用再花更多的开发成本 这是在我们游戏外包领域里面 我们会去额外去客户 去替客户着想的 那我们公司呢 在这么多年来 我们后来总结出一个slogan Shack the premium 行硕极致的工艺 那其实这个只是一个slogan 就是可以帮你把东西做到最好 尤其是最好看 但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 其实真正这种服务的最高境界 并不是把你东西做到最好 最漂亮而已 我们服务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我常常讲就是一个公司跟他的员工 其实是有点像是一种恋爱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去过一家公司上班就知道 这个你其实是要讨好你的老板 你的主管 你的老板和你的主管也要讨好你 这其实是有点像恋爱的感觉 那比如说至少逢年过节 要有点表示 尾牙要有抽奖 对吧 这个 这就是一家公司那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生态 可是外包公司跟客户之间 很微妙 外包公司很爱他的客户 客户也很爱他的外包公司 但是他却无法和我谈恋爱 为什么 因为你不用讨好我 你不用讨好任何一个外包公司 所以这个境界是很高的 你非常的爱他 他也很爱你 可是他不用讨好你 你不需要他讨好 可以相安无事 我们会给我们的客户有充足的空间 这空间就有点像是说 即使一个彼此相爱的两个个体 但是我们不会住到对方家里面去 我们不会想去了解客户的小秘密 他有很多他的想法苦衷 他的顾虑 我们默默的做好我们的事情 我们不会去客户的内部去打探很多细节 我们只是支持我们客户 他所想完成的事情 因为唯有这样的关系被形成的时候 客户才能够很专注的去走他想走的路 去做他想做的事 去完成他想完成的目标 他不用管太多这种团队内部和谐的问题 他不用考虑太多 会不会你这边会有什么不愉快 你那边有什么不高兴 他都不用再考虑这些 他只需要考虑他真正游戏的灵魂是什么 他想塑造的境界是什么 我们去努力的让他可以实现他的理想 这个是我们觉得一个从事外包工作的一个境界 那最后我想分享一个关于公司的愿景和存在的目的的一个主题 那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用微软的这个作业系统 用微软的套装软体 Office 系列 那后来微软就成为全球软体产业的霸主 可是曾几何时他就不再是霸主了 后来就被类似像Google这样的公司慢慢就超越了 那直到过去几年微软又重返荣耀了 他的市值已经超越了很多很多的大公司 那原因是微软后来来了一位新的CEO 那这个CEO呢他重述微软的愿景 那么他提到要帮助这个星球的每个个人 每个组织使他们成就不凡 我看到这个愿景 我看到微软这家公司 在这颗星球的这个目的之后 我肃然起劲 因为他重塑了这个愿景 所以后来微软的所有的软体 就不再是只支援Windows了 他是后来连这个所有平台 安卓平台 这个iOS 这个苹果的平台 都可以用到微软的好的产品 因为他的终极使命是要帮助每个个人 每个组织 使他们成就不凡 所以自从他重新定位之后 微软就重返荣耀了 就重新来到一个新的高度 那游戏产业经过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发展 那么终于也能够诞生几家 有影响力的游戏外包公司 那维京科技过去17年来得到很多 获得很多的帮助 那我们也希望呢 把这份帮助能够转化为帮助整个产业的一股力量 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每个作品 每个游戏商 使他们成就不凡 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各位的聆听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是有看到 有一些提问 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那我就回复几个问题 请问外包公司需要企划人才吗 需要的 因为前面提到 外包公司如果是一个全流程的游戏外包公司 他绝对需要企划人才 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岗位 因为需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是客户他会指定一个企划方向 但需要有人把它实现出来 请问外包公司会要求极占力吗 还是也会从基础能力慢慢培养 都会需要 但是以我们公司而言 我们是会以培养为主 因为要让一个人具有一个更高的可塑性是更重要 更能适应那个高强度的开发 但极占力也很不错 也很欢迎 有技术率与资金 为什么要做外包而不自行开发 其实现在游戏产业已经发展到 你需要的资金 可能是几千万美金 可能才能做到 很好很好 那别说几千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可能对一家 中型的公司来讲 可能都是一个压力 那做外包的话 当然你需要资金 可是你的资金就不是投入在游戏开发 是投入在人才的培养 投入在技术的建设 投入在前面分享的资安的保障方面 那当然我们也会开发自己的作品 但我们开发自己的作品的主要目的是 将我们已经成熟的技术 能够转化为一些成品 那么一方面练练手 二方面也可以演示展示给我们的客户看 请问在制作美术资源时 为了设计的需求 需要特殊的shadow script 都会 客户有些时候会提供 那有些时候我们需要自己制作的 我们需要自己研发 那客户也是需要 需要我们帮他研发出更好的效果 3A大作大概多少程度是外包 3A大作其实会将他的 budget 当中的大概 20% 左右会用于外包 这个金额已经很大了 因为3A大作的 budget 都是 5000 万美金 甚至一个亿美金 那可以想20%有多少 那我们公司 试情况 有些3A大作我们会 参与很多年 三年到五年 那每年都会有百万美金级别的一个投入 接下来一个 3A 制作级外包成功的重要条件是什么 最重要就是我讲的 你要让客户觉得安心 你不只品质好 而且你值得信任 你值得信赖 那公司的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资安保障 值得信任 那公司的诚信没有问题 很重要 请问一家一开始 怎么从小型外包商转成大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就是你要累积一定的成品的经验 那么可能有一两个好的专案 然后可以让你在行业内开始有一些名声被传播出来 所以外包工作大部分的资历都很久 都超过十年以上 可以的 如果是应征我们公司的3D美术 你只需要最基本的技能 我们甚至有些成员他什么都不会 但我们从零开始教 好 好 那 Q&A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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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